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可以帮忙点赞订阅 还有按小铃铛哦 那么这一次我们的内容呢 是来分享就是 阿根廷为什么会赢法国 而法国为什么会输给阿根廷 还有呢 葡萄牙为什么会输的比赛 还有 比利时为什么不能够进入淘汰赛 那么关于这三个内容呢 我们先来讲一下第一个就是 法国队为什么会输给阿根廷 我们都知道在整场 法国队跟阿根廷的对战当中呢 其实在上半场 基本上就是法国队被 阿根廷是按在地上打的 而且法国队呢 整个半场都没有射门的机会 然后阿根廷这边呢 是主导了整个优势 然后在上半场结束的时候 已经到了2比0 而整个法国队 几乎到下半场的70多分钟 都是 啊 很难去进攻到对方的这个禁区内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可能是因为就是法国队里面的这个阵容呢 因为流感确实有很大的关系啊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内部里面传出了一些不团结的因素 这也是我这期视频啊 讲的重点 因为本泽满呢 是一个就是也是拿过啊 金球奖的人 然后应该实力是非常强的 那作为法国队的话呢 你主帅可能有各种考量 但是应该去承担这一部分责任 就是说你应该让本泽满归队到法国队的阵容里面去做替补 当极度被换下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很强的这个阻力去控制这个场面 对不对 那么因为不知道是内部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啊 会导致到就是法国队的主帅得上呢 不希望本泽满归队 那么本泽满感受到了这个 得上发出的这个这个讯息 他也不想归队了啊 也是比较意气用事 然后呢 法国总统马克宏派专机去接他 他都不愿意归队 可是内心的包袱比较重啊 也是可能是主帅这边很难 容得下他啊 就赌气 然后没有归队 那么也会导致到在法国队的上半场 这总决赛的法国队的上半场打的呢 根本就不像我们在小组赛以来一直看的法国队 对吧 所以呢 在对阵阿根廷的时候以输2比0作为开头 然后呢因为是这个情况 所以法国队的主帅呢就算是做一个比较大的赌博吧 把吉鲁换下 然后把一些原来首发规划好的这个第一套阵容呢 拆散掉了 把所有的这个希望都压到的姆巴佩 以及后面换下去的一些攻击手的身上 特别是姆巴佩的身上 因为他希望打造一个 就是说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一个英雄主义的诞生 啊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可以归纳为 童话故事 对阵 英雄主义 最终呢 童话故事战胜了英雄主义 那么确实 姆巴佩已经把这个英雄主义呢 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在这一场球赛当中 他一共进入了四个球 而且在80分钟的时候 最关键的76秒钟进两个球啊 这是真的意想不到的 然后有一些人说有一些剧本啊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剧本的话 应该是在2比1的时候就结束掉这个比赛了 因为很多人的阴谋论说的就是说 阿根廷是被保送进总决赛的 若是跟着这个剧本推演的话 在2比1已经结束比赛 但是恰恰就是姆巴佩呢 他不服输 他真的把英雄主义发挥到了淋漓尽致 踢成了2比2 最后还在架势赛差差点决杀了 那个阿根廷啊 当然我觉得不会有剧本这样的一个说法 可能真的是很巧合吧 但是呢 阿根廷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他总是领先了两个球之后呢 就会觉得有点上蓝的 总是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然后你看在姆巴佩打进第二个球的时候 其实那个球是一个梅西进攻被断球 然后一个很快速的转移到中线的姆巴佩这里呢 然后一个抽射进门啊 也是非常的意外的这个球 很精彩 然后 我的总结就是说 然后呢 比利时没有踢赢 克罗地亚 导致到 不能进入到淘汰赛 为什么没有踢克罗地亚呢 在 就是克罗地亚的上一场结束的时候呢 在更衣室里面 比利时之间又发生了一些 人员之间的一些摩擦 所以 就就有德布劳内 首先去说出来了这一个团队里面不不和谐的话吧 其实这个真的很影响团队里面的一个团结以及气氛呢 在重要的比赛之后一个气氛没有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到 在葡萄牙这边啊 主帅也是 可能是因为 西罗的这个表现 在前几场可能不够好 但是 你无论如何 西罗放在首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他的能力 他的实力 他的球场上 牵制对方的这个 作用什么各方面 其实都是有的 哪怕是说 西罗的替补在赛场 对真最适合的时候 进了三个球 表现特别好 但是应该还是要把西罗放在首位 你如果说是要 把他的替补呢 放上去的话 那就两个人一起上 因为 他始终是有他的作用的 也就是说导致到 西班牙 导致到摩洛哥对阵葡萄牙的时候呢 在上半场的第43分钟 进了唯一的一个球 整场唯一一个球 这个球 我们在思考的话 可能西罗在场上的话 会不会 不会进这个球呢 这是一个位置之数 所以呢 也是因为西罗在对阵最适的时候 已经作为替补了 他也是强烈的去跟主教练去沟通 最终主教练还是觉得应该做替补 可是在下一场对阵 摩洛哥的时候 还是把他发的替补 他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增长 包括他的女朋友啊 包括他的 姐姐都发了很多 在社交媒体上发很多话 然后很多粉丝也是在看意 就是说 西罗他作为一个团队的核心股吧 也是队长 然后就算他有时候的状态不是很好 即使很难说的一个人 一个球员 状态这种东西真的很难说 姆巴佩在欧洲杯的时候也有 就是很低迷的时候 梅西在世界杯也有很低迷的时候 对吧 还有很多球员都很低迷 但你这么重要的人员的话 应该还是要放这首发 无论如何 就说最终 由于团队的一个不团结 所以呢 就在最终的比赛当中 他做了替补 然后 输去了比赛 这是很可惜的 要不然的话 有可能 是会我们看到梅罗爵的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阿根廷这边 阿根廷他是 团队里面 很团结 他的团结原因是因为 每个人都服梅西 把他当为老大 当为一个精神的一个领袖 就好像是那个摩迪一样 所以 这是很重要的 这会导致人家都团结起来 阿根廷人家很团结 所以呢 他有很多的幸运的地方 会不会是因为他的内部团结 再加上实力 再加上幸运 最终获得了 这个冠军呢 是不是 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世界杯以后呢 我们应该看到是 我们自己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 如果是团队合作的话 一定要把集体的团结看成第一位 如果是说 个人有什么想法 或者是对某个人有一些看法的话呢 尽量要压制自己 以团队为主 去让大家更加的协作起来 这样子才能够做到集体的成功 对吧 除非你是做个人的事情 如果你涉及到集体的一个工作 或者是项目 都是要这样子去思考的 好不好 这是我的看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